今天你求我 我的玩笑人就會去找你 你若是不想做我的女朋友 遇到你若是遇到麻煩 我就沒有這個日常來幫你搗生 那不是就害得到 哪個人家裡面啦 等一下 如果這樣就一禮拜 這是我最後底線啦 我們現在 總算有單獨戀愛的感覺 你要寄我新的女朋友嗎 我可以的啦 你不可以自己去面子 因為你的 把他的新女朋友害怕 所以你一定要聽我的啦 所以你把他包起來 我要帶去餐廳 我查你的新女朋友這樣 蛤 你怎麼想要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的 你還要結帳我一次嗎 今天你公司有母親一個活動 我當然是去參加 你若是趴上去選擇 他要帶你 你媽媽到上上的位置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下手 你今天你求我 我的玩笑人就會去找你 你若是不想做我的女朋友 遇到你若是遇到麻煩 我就沒有這個日常來幫你搗生 那不是就害得到 那還可以在家裡啦 等一下 如果這樣做一個禮拜 這是我的最後底線啊 我們現在 總算有特別 戀愛的感覺 現在是讓人知道 她連自己都沒辦法照顧 她會很辛苦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 她現在只是 認知錯人的腦袋而已 到時候 不管妳老婆 利用妳阿嬤出什麼照 我們都不怕她 阿嬤 妳是集團的互動 妳現在最大 妳為什麼還要補這家 這個狀況 可以維持多久 現在離開的關係都會這麼輕鬆 妳現在還有什麼通過考慮 什麼 妳要寄我新的女朋友嗎 我可以的啦 這不可以的家裡 因為妳的 把她的新女朋友 怕到 所以妳一定要聽我的 所以妳把她包起來 我要帶去餐廳 我帶妳的新女朋友去 蛤 妳怎麼想要去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妳的家 還要跟著我一次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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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有沒有要緊嗎 我不是沒要緊嗎 妳沒有想到好 妳是親親 妳是我女兒 我是親親 阿嬤找妳 跟著什麼人 妳到底是誰的地方 阿嬤總是找到妳 阿嬤 嗨大家好 我是李柏毅 哈囉大家好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素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 快點